这里是自说自话的展规播出的连泊传 今天我们讲邯郸保卫战的第二回 昏招 秦国进攻邯郸 是吧 这是昏招 可这到底是谁的昏招呢 是赵王的 还是秦王的呢 咱们这回就说到说到 秦国咱们老说这个范隋 是吧 秦王的很多决策 都是这个范隋帮着做出的 有好几个朋友啊 很温情的跟我说 你讲错了 是吧 这个字念鞠 左边这个偏旁啊 是个鞠 鞠字 就是看着很像鞋 就并且的鞋的那个鞠字 这不是一个目 眼目的那个目 其实我心里很高兴啊 说有这么专业的听众 确实 这我的这个书啊 是越来越不好讲了 因为专业的听众越来越多了 但我心里其实很高兴啊 好像我以前说过这个事儿了 是吧 到底是范隋呀 还是范鞠 其实这两个字都有出处 范隋和范鞠 在古书中都有用的 我凭什么念范隋呢 我跟你说 90年以前 就这个人就叫范隋来着 就我小时候这段历史总是总讲的 是总讲 你岁数大一点 老一辈人明白 那是为什么 所以范隋曾经是个名人 最近就比较时髦的说法 才这个人才叫范鞠的 你知道范隋范鞠是一个人 是吧 我这就行了 我这就算说明白了 别着急 不上火 是吧 这是读历史的乐趣 我其实是很想和大家说 这历史啊 不为一 并不是说 说这个人叫范鞠 他就不能叫范隋 历史啊 读历史的乐趣就在于 我能多听一个版本 然后呢 然后我自己判断 哪个是真的 我确信这个人叫范鞠 那我就应该对那些管他叫范隋的人 我应该怎么样呢 我斗争他们 让他们都改过了 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历史应该有不同的声音 很多作为读书的人是吧 我们应该容得下其他的观点 确实唯一不代表真理 真理源自分歧 范隋范鞠 都有他存在的道理 而且都应该在我们心里 有一席之地 至于你读哪一个 这是你的问题 但我知道 他们是同一个人 这就欧了 有这份心胸 我跟你说 你能听进去更多 历史啊 有一天你会发现 有分歧 才有真相 好了 咱们言归正传 不管怎么说 白起 咱们上回说了 下课 赵国算是松了一口气 毕竟白起的才能啊 当时真的是无出其右 谁碰上这个杀神 谁心里都含糊 那甚至不光是赵国 听说白起下课 各国现在都有一种 如释重负的感觉 诸侯们是怎么看待 上党之战的呢 大家心里我跟你说 没有什么正义感 秦国和赵国 这是兄弟俩 上党不客气的说 这是赃物 兄弟俩分赃不均 打起来了 你说谁更正义呢 都在江湖上混 谁不了解谁啊 所以这件事本身 并没有正义和邪恶 但这件事的结果 让大家很吃惊 白起最后 以那么残酷的手段 竟然屠杀了二十万赵军 这有点过了 在长平之战以后 大家觉得别扭 其实是因为秦军的这一战 下手啊 太狠了 几乎就可以说 太歹毒了 秦王让白起下课 其实也是为了平息众怒 这都是白起干的 我事前不知道 等我知道了 晚了 我现在已经把白起撤职了 就表明这不是我的本意 秦王就是要和诸侯们 说这句话 所以白起下课 是秦王的一个手段 缓解诸侯的紧张情绪 秦王 秦昭湘王 其实是个人物 他考虑问题 其实蛮周详的 那为什么秦王 后来会犯进攻 邯郸的错误呢 哎呀 这不是 这不是禁不住赵国的一再诱惑吗 秦王当时是觉得 占据上党 这已经就是一个大收获 秦国现在终于在黄河以北 扎住根 剩下的事情就是几年以后 等上党繁荣起来 有话咱们再说 秦军那个时候在上党征兵 吃上党产的粮 那还不是说打赵国就打赵国 说打卫国就打卫国 所以一开始 秦王的意思就是 我不着急 白起下课 秦王肯定也有一种过河拆桥的快感 秦王自己是觉得 用白起是不得已 现在用完了 你赶快滚 正好拿你垫背 秦王心里是那么一种说不出来的 那么痛快 秦王提出议和 条件就是 赵国歌让秦国飞地定逃附近的六个城 秦国罢兵 表面上 这是秦国要求赵国用土地换和平 但其实我跟你说 这是一个更大的阴谋 这是秦昭湘王啊 这个秦昭湘王真的是很难逗的 这个人 心眼太多 表面上看这是秦国在谋利 但实际不那么简单 秦国如果得到赵国这六个城 是吧 只要在俄 魏国一两个城 定逃和秦国就有通道 定逃是秦国的一块飞地 就是他定逃和秦国的其他的土地都不连着 他是飞在外边 五国罚齐那会秦国这是秦国抢齐国的 这个定逃呢 是是齐国抢宋国的 是吧 咱们咱们说过了 定逃是一个贸易中心 如果获得定逃 实际上就获得了通往各国的交通枢纽 也获得了物资的来源 秦国以后需要什么就可以从定逃获得 所以 建立于定逃的这个交通 这对于秦国来说意义很重大 这就是我们说表面上秦国取六城是为牟利 为什么说这是一阴招呢 秦国现在其实最担心的是六国合纵 这次让赵国割让的这六个城是痛点 秦国是要利用这六个城挑动六国不合 为什么这么说呢 史书上没有说这六个城的名字 但我跟你说你用小脑想你也能想明白 定逃边上的赵地 那不用问这些城一定是赵国抢齐国的 赵国现在割地 齐国是齐国是心脚痛啊 在齐国的眼睛 赵国是是拿齐国的土地和别人交易 齐国人那点仇恨现在全记起来了 就这一招一下子就撕开了赵国和齐国的伤口 同样还是这六个城也让魏国非常难受 你站在魏国的角度看 赵国让出六个城 这就是把祸水往魏国引呢 因为原本定逃和秦国本土啊 这中间隔着赵国和魏国 现在割地以后变成就隔着魏国了 那那秦国还不会打上门了呀 所以魏国听说赵国割地 恨的是压根都痒痒了 关键问题就是魏国这些年啊 竟这么坑别人 你看魏国多少次把祸水引向赵国 引向韩国啊 现在突然你看见别人学自己 那种聪明人才懂的痛苦 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算计了别人一辈子 最后让别人给算计了 我跟你说 魏国的痛苦叫生不如死 所以秦国这么一搞和谈 魏国和赵国的关系一下子就变紧张 魏国本来这个时候已经和赵国结盟 援军都派出了 可是现在援军突然就不走了 在半道上停住 魏国和赵国就因为这六个城陷入将军 韩国也很顺其 为什么呢 秦国呀不是只要赵国各地 秦国说了说这场战争 就是因为你们韩国处理上党不力 是吧 就是因为你们先把上党给秦国 然后又给赵国 这才引发了我们秦国和赵国兄弟相残 我现在越想越生气 这样吧 你把那个援军割让给我们 援军后来叫薄浪沙 整个上党之争中 韩国是一直往后退 因为他谁也惹不起 现在这是被躺枪 是吧 戈让援军 韩国心里是真舍不得 韩国现在地盘小的都没法看了 秦国现在提出赵国给六个城 韩国给一个 这件事才算完 韩国不想给 可又惹不起秦国 所以呢 韩国就指望着赵国不给 如果赵国一答应 韩国就算是躲不过去了 你看这秦国 是吧 这是外交高手 这一回一出手就是急锁 割让六成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冲着破坏六国合纵去 赵国人呢 脑子其实不够实 外交上他们不灵 从赵国对待这六成的态度 你现在就全看出了 赵国一开始就上当 但刚一割让购和的赵国的使者前脚刚走 赵王就后悔了 明白过来 秦国没打来 其实是担心六国合纵 我现在这一割地求和 合纵算是没戏了 那秦国还不得还不得马上就打来呀 那那我现在就剩下死扛着了 这扛到多都算一战呢 于是秦国那边的刚听说 说赵国同意议和了 可紧跟着秦国在齐国的眼线就来报告了 说赵国要将这六个成交给齐国 换取与齐国联盟 秦王表面上是大怒 赵国这是在戏耍秦国 可实际上我跟你说 秦王现在一定是心花怒放 赵国的大错已经铸成 从他答应和秦国议和开始 他就被其他的山东国家孤立了 现在大家眼中对赵国全是不信任 又回到那句老话上了 你们嬴姓人到底是不是一家人呢 我们有必要 咱们现在看看赵国和这几个诸侯 现在处得怎么样 第一个 这个时候我们说战国 就在长平之战以后 战国列强排名第一的 现在我跟你说应该是燕国 此时战国 你看那个史书 大家最爱用的一个词 就叫做代价百万 但其实谁也够不上 一百万军队谁也没有 最接近这个数字的国家是燕国 原来秦国和燕国边上边下来 但现在秦国经过长平 伤筋动骨了 燕国现在名义上是最强的 为什么说名义上最强呢 因为燕国呀 国力不是很强 有兵无将 所以燕国是兵很多 但战斗力不强 就虚胖 块头很大 但走路都忽恕带喘的 燕国现在和秦国关系很好 秦国的远交进攻 最成功的典范 就是秦国和燕国的关系 所以赵国和燕国现在没得谈 燕国不但不可能帮着赵国 燕国现在准备分一杯羹 燕国准备趁着秦国进攻赵国的时候 燕国现在要攻取赵国北部的代军 但赵国呢 现在其实对于这个北方大国 赵国不担心吃大亏 为什么呢 因为代军现在有一员大将 谁 李牧 李牧也是战国四大将之一 白起马上就就要死了 所以白起没和李牧有过交集 但这两个人我跟你说 要是有机会对上手 我觉得这事会很有看到 李牧也是新派将领 李牧和白起 我跟你说简直就是对立面 白起啊 打仗走的是那诡异的路数 李牧呢 走的是稳重的路数 白起最大的优势就是算计别人 李牧的最强项是什么 是不被别人算计 真正最能防守的大将 整个战国就是李牧 老说连坡善手 但其实是不对 连坡一生 进攻居多 就在长平守了一回 李牧可是几乎一辈子都在守 李牧守哪 那是谁也过不去 战国其实 李牧这样的人占便宜 我只要有粮食 我就守在城里 你是拿我一点折都没有 战国对于奸城 真的是没有办法攻破的 你还别转身 是吧 我这有奸城 我凭奸城聚守 你别转身 我贼着你 你一个不留神 我就会在背后给你一刀 我不在乎名誉 背后捅刀子 那不算英雄好汉 好汉的评选 你说了不算 最后评选一个基本条件 是活人才有机会参选 我 我是不是不好说 反正挨了我这一刀 你算是没机会了 你想吧 李牧就有多阴 这个人 胡人鬼不鬼 就十个十几个匈奴部落呀 这几个人加在一起都斗不过李牧 生生让李牧给算计的全军覆没 胡人最后到什么程度 扶燕门关这个地儿啊 有李牧 我们搬家还不成吗 李牧没到燕门关外去打 胡人自己搬走了 主动给李牧成地方 打不起 我们总躲得起吧 这就是李牧 所以战国这个虚胖的人 现在遇到李牧 算他们倒霉 你往后听吧 有他们的苦头吃 赵国的第二个邻国 那你就得说是齐国 是吧 齐国是个有缺陷的国家 我们说过战国国家之间交往 是三个层面 诸侯之间的交往 还有战国这些贵族之间的交往 最后一个是士大夫之间的交往 齐国显然和别的诸侯的交往中啊 缺少贵族交往 这一环 所以很多齐国的外交行动啊 都显得怎么说呢 特别生硬 这和齐国田姓贵族 他是小贵族 他是篡位的 有很大关系 他和别的国家的交往 就没有贵族交往 这个层面 别的国家看不起齐国的贵族 就齐国和别的国家交往 你就看吧 让你着急 特别生硬 一点活分劲都没有 你看现在咱们中国和日本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好 是吧 但有民间人士往来 他凡事总有个回旋 齐国和别国交往 就没有 干什么都特别生硬 赵国这不是主动提出来 割让土地 那六个城 向齐国示好吗 这件事被证明是赵国一厢情愿 赵国这张大热脸呢 是擦着一下就贴到了齐国的冷屁股 齐国一点反应都没有 赵国最后叫什么 自讨没趣 齐国根本不称茬 这让人太下不来台了 但齐国就这样 其实我跟你说 真正赵国比较有希望获得的援助啊 是来自于魏国韩国和楚国 这魏国和韩国 这其实比较倾向于照顾 这他们叫三晋 对吧 无论是诸侯还是贵族 他们血脉相通 他们之间是近亲 三晋的贵族 你仔细查 他们是一家人 他们之间相互通婚 而且很亲近 所以不管诸侯之间有什么利益纠纷 但亲戚之间的走动 这三国是非常频繁的 凡事都有商量 最后你看 就赵国的就是魏国的公子 这不奇怪 魏国公子信陵君和赵国那平原君 他们俩是一家人 楚国呢 为什么说 就这个 最后赵国获得援助的一个主要力量 还有楚国呢 楚国现在掌权的人叫春深君 战国四公子之一 楚王啊 现在很多事啊 说了不算 要这个春深君点头 楚国的事情 很多都是春深君葬家的 战国四公子 听说过吧 楚国的春深君 魏国的信陵君 赵国的平原君 这三个人是好友 就贵族这个层面的交往而言 楚国 魏国 赵国 韩国 这四国是一家人 最后救赵国的时候 你看楚王刚说 要不咱们救救吧 是吧 这这楚王还犹豫呢 去不去啊 去多少啊 还准备咱们开个会啊 咱们大家说说 这去刚说这 这就找不着春深君了 春深君哪去了 春深君已经走了 去了 去救赵国了 信陵君更觉 魏王是不想救 可信陵君 这个魏王的弟弟 私自就带人假传圣旨 带着魏国军队 就救赵国去了 这这都是铁哥们 就哥们在贵族之间 比亲兄弟还亲呢 其实赵国敢于对抗秦国 心里是有底的 是吧 从诸侯这个角度来说 赵魏涵三国同命相连 从贵族这个角度来说 赵胜敢打这个包票 楚国魏国绝不可能 见死不救 赵国在兵败以后 敢于继继续抵抗秦国 这底气你看都来自哪 首先两元大将 一南一北 连坡在南 李牧在北 而秦国呢 秦国就一个白旗 现在还下课在家呢 而且你再看赵国的朋友圈 魏国 韩国 楚国 这都是赵国的点赞控 秦国 秦国的朋友圈就一个燕国 所以赵国其实不怕把仗打大 赵国打成 把这场战争扩大成世界大战 对赵国有利 赵国真正怕的是秦国见好就说 那就惨了 秦国肯定会像侵蚀韩国一样 不断的侵蚀赵国 而其他几个国家 可是看不得身边有个病人 赵国就会走上韩国的老路 秦王一开始的想法是对的 压住白旗 咱们收拾 这场战争咱们见好就说 可是秦王禁不住赵国这一再诱惑 秦国长平之战以后 是吧 原本不敢动赵国 就是在看诸侯的脸色 赵国的使者现在正在各国哭诉 我们赵国多委屈 你们现在不帮忙 将来会落得跟我们一样的下场 你看秦国多凶残 各国其实什么态度呢 支持赵国吗 不是 他们是将信将疑 是这样吗 是吧 我们怎么听说 是你们拿了秦国的东西 人家才揍你们的 但是秦国下手 让赵国这么一说 是太黑了 这不合规矩 是 咱们应该有个表示吧 有矛盾 咱们诸侯之间有矛盾 可以和谈吗 这种下黑手的行为 确实不利于安定团结 是吧 而且白起这小子 他有钱 这是一流氓 你们哥俩黑吃灰 这我管不着 但秦国找个流氓来对付兄弟 这咱们得帮着赵国说的说的 魏国就一度在信灵君的股东下都出兵 可就在这个时候消息传来 秦国处理了白起 秦王这就一再给大家赔笑脸 这些错误都白起那小子搞 我还是顾及咱们贵族的这家体面的 大家的脸色这就有点和缓了 主要矛盾解决了 等到赵王私下和秦王议和的消息传出来 齐国魏国韩国这就都觉得很受伤 这秦国是另类 现在看啊 这赵国也不是咱们自己人 他们赢家的事儿 咱们少参考 秦国实际上原本饱受质疑 撤换白起 各国反秦的声音就小了 赵国议和人心就散了 秦王进攻赵国最大的心病 这就没了 去了 可偏偏呢 偏偏这个赵国呀 在议和以后居然又反悔了 这是不诚信 对吧 赵国这一胡来 其实诸侯们心里就有点 就倾向于秦国了 是吧 你看长平之战 赵国有责任的 赵国不是无辜的 赵国有责任 韩国已经把上党给了人秦国了 这是秦国和韩国之间的圣心 你赵国自己插一腿 这就好像你赵国自己要要办火车 结果被火车压了腿 这关人家铁道部什么事 而且这小子一会这样一会那样 你说这这别是赵国碰瓷吧 舆论这就开始对秦国有利 秦王眼看着大家脸色变了 后来呢又看着形势对自己有利了 很得意 这一得意 他就往前多走了一步 就是这样 原本秦王走得很好 走得四平八稳的 这秦昭湘王是一位伟大的君主 可赵国一再出昏招 秦王最后想淡定都难 最终秦王做出了那个 肯定让他余生后悔不已的决定 进攻邯郸 赵国算是有救了 好了 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